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后转身离开 接着一个灭入胸向的大叔从后厨走了出来 只见他从男人的钱包里掏出200块钱之后 就把剩下的东西都扔进了垃圾桶里 而这个是金钱炉粪土的大叔 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兼主厨 而他做的菜之所以受到乐碰 不仅仅是因为好吃 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许多神奇的功效 但至于有多神奇 就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 这天餐厅里来了一对情侣 男孩一上来就要看菜单 老老板却说店里并没有菜单 客人吃什么必须由他来决定 这么奇葩的规定 老男孩很识不爽 于是他拉着女孩就要离开了 就在两人走到门口时 老板突然说了句 小伙子 你爱喝冷水总是拉肚子 并且还有很严重的肩周炎 男孩听到后停下了脚步 因为这些确实是困扰他多时的毛病 女孩也觉得老板很神奇 刚开始还以为他是个医生 可老板却说 自己只是个能看透 顾客烦恼的火肤 接着女孩又问老板 是否能看出他身上的毛病 不要对方只是瞥了一眼 就看出他平时化妆品使用过度 把皮肤造作的即将老化了 就这几下 两人已经把老板当成了神算子 啥也不说了 赶紧留下来吃饭吧 在等菜的期间 男孩看到桌上 有一杯冷水就喝了下去 谁想刚喝完他就开始 又哭又笑 简直像红了一样 接着又冒出了黑眼圈 最后更是直接失明了 这时女孩也慌了 她连猫去询问老板 这是怎么回事 但老板却乱他 不必担心 回来没等一会儿 男孩就清醒过来 并且精神状态完善从前 她十分好奇 这种神奇的水到底是什么 这时老板端上了一盘 玉米火腿 并表示这是为男孩准备的 男孩高兴地尝了一口 接着就像冲毒一样 用手抓着大口吞了进血 突然她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 女孩还以为她食物中毒 但没想经过短暂的自我催添后 她进来又恢复正常 不仅腰力酸了 腿不疼了 就连尖周炎也好了 女孩简直惊呆了 但老板并未多做解释 只是端来一碗粥 说是给女孩吃的 女孩毫不迟疑地将粥喝光 无料她才刚喝完 脸上就浮现出 许多黑色诡异的纹路 女孩吓得尖叫了起来 并连忙跑进卫生间 用力地洗脸 可这些纹路怎么也擦不掉 男孩也吓坏了 她冲进后出 想要跟老板拼命 但还没动手 就见女孩屁颠屁颠地跑过来问她 自己是不是变美 男孩一看 不仅之前的纹路都消失了 女友的皮肤也变得更加细腻红润 有光泽 老板确实厉害 两道菜就治好了两人所有的毛病 直到他们准备复权离开时 老板拿着一瓶药水告诉他们 所有的菜都是因为这瓶神奇的水 才变得美味 之前曾有人想拿一叶来购买秘方 但被自己拒绝了 因为他想将这瓶药水和配方 都留给自己的传人 而现在他想让男孩来当自己的传人 一直过得吃土生活的男孩 有些心动 因为这瓶药水代表着源源不断的财富 有了他 那将来住豪宅开豪车都不是帅儿 于是他便果断同意了 但得到药水的前提 却是将前生往事都忘干净 包括他和女孩的感情 女孩拼命的劝说男孩跟自己离开 但已经被欲望所说的男孩 根本听不进去 他坚持吃下老板给的忘情面 自此 他成为了这家餐厅的新老板 而关于女孩的一切 也被彻底忘记 故事结束了 如果世界上真有如此神奇的药水 你愿意为了他而忘记自己的爱人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电影 魔厨 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